好 今天没有免费搭到冒空懒船的小朋友呢 应该不会觉得失望才对 因为呢 在小朋友的心目当中 有一个愿望呢 是更重要的 就是希望每一天晚饭 全家都能够到期一起吃顿饭 不过呢 这样的愿望并非百分之百都能够实现 在台湾呢 能够跟爸妈同桌一起吃晚饭的小朋友 只有七成左右 吃晚餐 这个再平常不过 每天都会发生的事 也可以是大事 你会希望爸爸妈妈陪你吃晚餐吗 几乎大概九成吧 九成左右的时间都会跟他吃晚餐 就可以利用这段吃饭的时间 那他会跟我们分享一些学校的事情 在餐桌上不只吃饭 也是一家人交流分享的好时间 但根据儿福联盟调查 台湾小孩经常跟爸妈同桌吃晚餐的比例是七成 跟OECD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这些先进国家平均是七成九相比 还有一段距离 另外会把烦恼告诉爸妈的比例 爸爸只有五成一 妈妈高一点有六成五 跟先进国家相比 更是敬佩莫作 在先进国家 他们的爸爸妈妈也非常忙碌 可是其实他们心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准则 是我再怎么忙碌 我都会保留一段时间 是给我的家人跟小孩 没有时间好好陪孩子吃一顿饭 但是现在父母也有自己变通的方式 来维持亲子关系 假日的时候 有时候带他们出去走一走 像今天就是啊 我有帮他办就是有电话 那他有点事 他可以打电话跟我讲 这样子 然后这样子 他也会觉得说联系没有中断 在儿童节这天 儿童联盟再度提出爱的333口号 提醒家长每天拥抱孩子30秒 倾听3分钟 陪伴30分钟 只要有爱 对孩子来说天天都是儿童节 记者许康斯城博裕台北报道